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盧州的大台北市場特色滷肉飯 這是這一間店正面的樣子 他在市場裡面 據說他們滷肉飯非常的美味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星期一休息 老闆娘妳好 妳好 那我要一碗大碗的滷肉飯 然後據說四層湯是這邊招牌 四層湯 然後還要有滷蛋嗎 有滷肉飯加滷蛋 對 請問滴瓜葉一份多少 一份30塊 那一份滴瓜葉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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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吃看 那 大爐還有市場這裡吃喔 感覺蠻讚的 還要加滷蛋喔 阿龍妳弄根要不要加啦 有 喔 滷肉飯在這邊喔 生意很好 那我轉到街市90 可惜沒有喝到清草茶 喝清草茶放假喔 對啊 明年四月才有 對 好 清草茶放假 原來他可以單點大腸 那我要加 好 就先從這個滷蛋開始 等一下大腸 感覺滷得很入味的感覺 嗯 鹹鹹鹹香的阿 蠻實在的 對 謝謝 好 那這個滷肉飯 看起來就很讚 哇 好 好 但是就決定把它組成這個 大腸滷肉飯 好 那現在吃吃看 好 肥 一隻隻的大腸加上肥 一隻隻滷肉 先來挑看看 嗯 好 果然在菜上吃 感覺就是不一樣 讚 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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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好 老闆娘 真的很棒 好吃 我看個人 好 你要像這樣肥上加肥也可以阿 或是這個 就純粹滷汁也可以 好 真的很棒 好吃 好 個人覺得蠻喜歡的 好 個人覺得蠻喜歡的 好 個人覺得蠻喜歡的 嗯 這個充滿大腸的膠質 跟這個滷汁 雙重衝擊 真的非常的棒 好 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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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不怕這個大腸就是煮在麵線裡的阿 看那個 生意也還蠻好的 蠻多人點麵線的 謝謝 這個好吃 老闆娘講說 這個辣蘿蔔是他們自己做的 跟這個滷肉飯真的非常搭配阿 好出來 嗯 好 很解膩阿 讚 好 四神阿 再兩倍了 好 四神阿 再兩倍了 好 四神阿 好 四神阿 再兩倍了 好 真的相當的棒 好 不過用餐環境就比較普通啦 因為畢竟在菜市場 好 傳統又好吃 好 肥 肥肥肥肥肥肥的阿 讚阿 好 五師 ven 好 五師 非常好吃 好 就等各位反而平常 我覺得蠻好吃的阿 好 分數九十分 然後老闆娘很熱情 它滷汁就是比較偏原味的 不會那麼鹹 大概就是 甜鹹各一半 好,再次這邊很有名的四神湯 剛好湊起來我昨天也是吃四神湯 蠻不錯的喔 算是實在,然後料多 真的很棒,好吃 這都傳統風 我們的腳腸啊 都是我們市場 每天現辦的 旁邊採購馬上就處理 就是我們今天 就是 我們今天回去就是自己辦 都是自己做 自己處理耶 自己處理 好吃,所以這個絕對新鮮 讚 那個老闆娘的用心吃得出來 就是很實在 包君吃到滿意 滿滿滿滿滿的料 好,這樣才45歲 所以算是很佛心的喔 讚 湯和口味也滿不錯的 滿實在的 讚 好,最後是地瓜葉 只要嫩,然後 調味清淡就好 其實我常常有在吃新菜 為什麼會有人覺得說 我沒有在吃新菜 我也是點點點 好,那絕成湯我覺得是90分 好,這個都很實在啊 綜合根 好,是 好,地瓜也很新鮮啦 都水準之上不錯 好,老闆娘也很熱情 讚 嗯 好,地瓜也真的很新鮮喔 讚 好,再來是這個老闆娘大力推薦的綜合根 那現在吃吃看 喔,蝦人很實在喔 看到一隻蝦 好,讚 好 就很實在的感覺了 好,不過剛剛是那個粉稍微厚了一點點 好,在這個是肉羹 嗯 喔 這裡面吃到最好吃我覺得是肉羹 肉羹很清甜 嗯 好,來就點豬肉羹 準沒錯 好,很實在的喔 這個應該是花枝 嗯 花枝也行 花枝也好吃 不然就點花枝 花枝肉羹 沙茶口味 對 好,量也蠻多的喔 好,那這個就算是市場裡的平價小吃 讚 好,那也是90分 好,那肥這隻滷肉飯再拍一隻喔 相當的漂亮 感覺是手工切的 對 這還有免費紅茶 請看看 好,免費的讚啦 請看看 唉唷 紅茶好喝耶 紅茶有古早味 好喝 好喝 就等各位朋友喝喝看 不會很死甜 然後蠻清香的喔 讚 而且重點是免費 蘆洲的那個集貨中心啊 蘆洲的大台北市場 對 蘆洲大台北市場 大廠也蠻大實的 對對對 我們 真材實料 那請問這家店在這邊開多久了 我們在這裡開17年 是 我們以前是做路邊攤的 在五花街跟集賢路 喔五花街喔 那邊我很熟 那裡有一個山 那個八台車有沒有 唉 我們在那裡做14年 總共有31年了 所以以前在那個路口啊 用那個 用那個站幫齁 幫忙啦 用幫忙 打起來在那個 對面 在那邊 好 那其實就是老店了 那三重朋友可以來吃喔 古肉飯 小大大 感覺這邊離三重是蠻近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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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幾年有了喔 有 五十的 那為什麼老本人看起來這麼年輕啊 好像才三十歲了 我兒子 我兒子 剛剛是三十五歲了 喔這樣 我以為他大了 好謝謝 我的八十 老本娘謝謝 老公嘛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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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因為對做吃的很有興趣 才會做這麼久了 三十年如一日 這蠻辛苦的 對啊 不是 原來賺錢 上班賺錢賺得少 要養兩個小孩啊 他就想說 剛好有親戚在做這個 然後 就自己的大哥介紹 就是幫我們 教我們做的 是 他就從煙灘開始做 以前 以前要養兩個小孩子 也是不容易的 是 辛苦了 對啊 好 好 老闆娘就讚 謝謝 好 謝謝 掰掰 好 那這個就是大台北特色滷肉飯 相當美味 然後老闆娘很熱心 那各位來就祝您用餐一塊 掰掰